呃,今天非常有幸,然后邀请邀请到秦浩同学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 XPLUSBEST PAPER LUCID LUCID是一个non-intrusive,scalable and interpretable的一个 呃,深读学习任务的scheduler 呃,秦浩同学是呃,NTU,呃,SLAB的一名在读博士生 呃,他的导师是张天威教授 然后秦浩同学他们在之前的SC21年,以及ATC,去年的ATC,和今年的SPLUS和OSDI都有斩获 然后今天也非常有有兴趣邀请他来跟我们分享 啊,秦浩同学今天的呃,舞台就是你的了 谢谢紫棋同学的介绍,也非常荣幸能有机会来向大家分享我们近期的工作 这篇工作呢,是由 商汤的孙鹏博士,NTU的文永刚,以及张天威教授 共同指导,由我和张萌共同完成 啊,这这篇LUCID的工作呢,是一个为深度学习训练人物设计的 飞侵入式,可拓展和可解释的调度器 然后我们首先呢,向大家介绍一下相关的一些Background 随着现在深度学习的火热,越来越多的企业或者学校会构建他们的GPU集群 来促进深度学习模型的开发 用户呢,会提交不同的训练任务,这些任务可能跨了不同的Domain,像Vision,Language and Speech 同时呢,这些任务也有不同的目的,像分布式的训练任务,AutoML的超餐搜索任务,以及Debugging和测试的一些相关任务 这些任务通常依靠一些DLFMorg,像是Pytorch,TensorFlow,或者JAX 用户呢,这些任务提交到集群当中,会通过一个Cluster Scheduler,集群调度器来分配资源给这些任务 依靠于一个调度策略,这个调度策略通常有一些集群级别的调度目标 像提高集群使用率,以及提高公平性 现在这个调度这个topic算是系统上古老的一个topic了 就算是在深度学习时代,这个topic也在18年开始就陆续有大量的文章出 像OSDI18年这篇Gandy War算是深度学习训练任务调度的一个开山之作了 然后他提出了一些像Job Preemption的这种方式,像任务可以通过Trackpoint的来进行Pause and Resume 然后让一些小任务先执行掉,来减少总体的排队时间这样的方式来优化集群的执行效率 同时也有工作像Optimus,Polix这些工作提出了elastic training的scheduler 他们可以通过修改任务的GPU资源数,通过提高或者减少任务的资源数来提高GPU的使用率 并且提高任务的throughput 另外呢还有一些GPU showing的方式,像来自阿里的Antman以及Galvo 以及OSDI的Galvo都提出了把多个任务需要在同一个GPU上来提高GPU的使用率的方式 这样一些比较高级的一些mechanism来提高调度的效率 这些工作呢都证明了他们可以非常好的提高调度的效率 然而呢在实际的deployment当中有更多的挑战 使得他们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可以在实际当中得以使用的 首先呢我们总结第一大块 barial就是侵入式的方案式 就是所有这些mechanism都依赖于代码的修改 要么是由用户来修改他们代码 就是用户呢需要手动来import这个scheduler的一些相关的library 并且来调用这些library 由scheduler来控制整个任务的执行 暂停以及资源调用的一些control的策略 另外呢一些更加高级的一些实现方式呢 需要一些famework的一些支持 比如比如antman他需要修改testflow的famework 然后gandiva需要修改不大的sourcecode 来实现这一整套流程 这就引发引起了很多问题 首先呢需要用户来修改time代码 然后来修改他们的任务运行逻辑 这极大的增加了用户的负担 并且这些研究的系统通常就是 因行在一些像分类任务上 比较简单的一些任务上 他们都并没有考虑到一些 现实当中比较复杂的一些训练任务情况 比如说大模型训练 它可能是由包括了pipeline 还有tensorparism 各种比较复杂的一些 并行策略 然而现在一些elastic training 就只支持最简单的这种dataparism 所以在实际当中 大量的任务是没有办法使用他们 这种elastic training 或者preemption based scheduling policy的 并且由于这样更加反重的负担 用户并不愿意去使用 这样的一种调度器策略 同时也面临着非常高的maintainness cost 像刚刚提到的Atman 它需要修改TensorFlow的代码 然后TensorFlow也会不断的进行迭代 然后在整个Ali的组里 在不同的组里 他们用的TensorFlow版本可能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为了去支持这个迭代 需要一个专家的team 来对这个scheduler进行维护 所以这样的成本是非常高昂的 只有一些非常大的企业 可以承受这样的成本 同时像来自NUS的WANS调度器 以及之前OSDI Best Paper Pollux他们调度器 都提出了使用 不光是elastic training 并且还会修改用户的bench size setting 来最大化任务的group 这样的方式虽说可以带来非常好的训练速度的效果 但是他们会有可能会想到任务的quality 这样也会引发很多用户并不愿意去使用这样的机制 因为会导致 accusy的下降 以及导致最后整个给业务带来的performance的下降 除了这个轻入式的paradimes以外 在scheduling policy方面也有一些不足 现在常用的调度器呢 现在在research当中 比较常用的调度器主要是分为通过ML来进行优化 或者是通过数学求解来进行优化两种方式 然而现在大部分的通过ML的方式的话 他们通常是基于一些像neural network这样的黑核模型 导致整个decision making的过程是不透明的 用户没有办法知道这个决策是怎么做出来的 也没有办法对相关的问题进行一些修复 这样导致这个operators 并没有足够的信心来真正把这个ML technique 来运用到大规模的实践当中 另一方面呢 这个数学求解的方式 主要面临的就是过长的求解时间问题 如OSDI20年的Galvo文章当中他们介绍的 他们在处理2000个任务 这个可能在真实的继续当中 真实的production level的继续当中 是比较常见的一个量级 2000任务的分配任务的时候 他们需要超过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进行求解 这样的时间是在实际当中是不可接受的 所以他们遇到了这个scalability的问题 同时呢 因为数据求解的比较慢的方式 他们必须得按轮按run的来进行一个求解优化 所以用户必须得忍受他们delay的scheduling 并不能很快的得到scheduling decision 我在这篇文章当中 我们主要就总结了这两种现有调度器的不足 为什么他们在实际当中并不practical 然后呢我们是否是这些 必须得像这些工作一样呢 必须得使用这种非常complex的或者intressive 就是轻入式的方式来才能实现这种非常高效的调度呢 我们这篇文章主要贡献就是提出了我们发现 简单的非式调度足以达到非常好的调度效果 而不需要采用这些非常需要轻入式的调度方式 因此呢我们提出了Lucid 这篇文章这个调度器主要是为了实现 nonintressive, scalable, and interprintable三个目标 我向大家解释一下这三个指是什么含义 nonintressive代表着用户并不需要修改任何代码 维护者也不需要修改任何的非Morg 像不需要修改PyTorch或者TensorFlow的代码 并且整个训练流程是preemption free的 也就是我们并不会去干扰任何一个任务的执行 scalable意味着我们可以得快速的到scheduling decision 对于尽管是很大量的任务 或者是非常多种多样的任务类型 我们可以很快的得到相应的求解 可解释性意味着所有的模型模块在这个 在我们调度系统当中是transparent 也就是都是可解释的 用户可以非常清晰的理解整个模块是如何运行的 然后以进行debugging and maintain 这些design呢 基于我们在调度当中发现的一些opportunity 首先我们发现其群GPU utilization都使用率非常低 比如这个图是阿里巴巴在他们OSDI 在2020年anteman当中的原图 他们发现我们发现在只有16%的GPU超过了50%的GPU utilization 也就绝大多数的GPU都是underutilized 所以我们需要提高GPU的utilization 另外呢 这张图画了整个 从2013年到2022年 所有的NVIDIA data center 来我的GPU的发展趋势 我们发现Hardwell 它是呈现一种 几乎是指数型增长的一种趋势 这说明我在未来更多这种中小型的任务 更有可能被使用力会更加的低 并不能充分利用这些Kuda call 还有Tensor call 我们的主要想法呢 就是我们发现我们可以pack jobs 没有自行或者没有监督的来pack 把任务给packing在一起 像现在所有的工作呢 都是一种introspective的GPU showing 也就是我们需要去监控一个任务 它有没有跟其他任务 collocate 就是showing在一起packing在一起的时候 它的throughput会有多大的区别 然后它这些调度器呢 会去尝试job packing 假如发现他们任务有下降的话 他们就会快速的evate 一些有干扰的任务 来保证任务的SAO 但是我们发现这样的方法 继续要侵入式的调度也太麻烦了 就不是很高效 所以我们发现可以通过预测的方式 实现这种非侵入式的packing 在这个图当中呢 我们测试了超过一千个的任务的packing job pair 也就是两个任务把它们组合在一起 放在这个RTX3090上 横座标表示了这个两个任务的 GPU的utilization之可 重座标表示他们的平均速度 normalize以后的平均速度 我们发现呢 在RTX3090这样的GPU上 其实两个任务 它们的GPU的utilization之可达到了百分之百 它们的GPU 它们的平均速度 仍然有0.92 并且几乎所有的point都是大概0.8以上的 这也就是说明packing 对于任务的影响 在很大范围内是非常小的 所以我们可以非常好的利用这个机会 同时呢也说明在这个 它这个有一个这样的曲线的一个趋势 就说明hardware utilization和GPU 和任务的这个interference 有非常强的一个相关性 我们是否可以就是用 hardware utilization feature 来预测这个任务 是否会有速度的很严重 它这边这样很严重的速度下降呢 因此呢我们设计了Lucy的这个调度系统 它的workflow有下几步 首先呢我们首先设计了profiler 对所有的任务进行一个profiling 并且filter掉一些debugging 还有testing的小任务 同时呢我们用一个packing analyze model 对所有的任务进行一个预测 把它们分成不同的类别 在每个任务得到它的分类以后 我们通过一个binder 一个binder模块 对合适的任务进行packing 并且呢在orchestrator里 我们通过一个模型 对任务的duration进行一个预测 通过这些指标呢 我们在对任务进行最后的resource allocation 因为在这个图当中三个橙色的方块 都是不同的mlmodel 所以呢我们需要不断的对这些model进行更新 我们设计了system2呢还有update engine 对整个系统的performance 进行一定的维护 首先呢我介绍我们的job provider 它主要是由这个packing analyze model 组成的 这个model呢是基于一个可解实性模型 这个模型是基于我们去年的primo文章 提出的这种用可解实性模型来优化 系统执行效率的一个framework 在我们packing model当中 我们提出使用sharing score scheme 来简化这个interference prediction的流程 像一般的工作 它都是来直接预测 这个packing对任务的具体录影影响有多大 但这个过于复杂了 我们也不并不需要那么精细 所以我们把这个任务这个问题简化成了一个三类的分类问题 我们把任务分为tiny medium and jumbo 三种类 并且赋予他们每一个不同的sharing score 同时呢我们也只使用一些非侵入式的一些hardware feature 来做相关的预测 比如说gpu utilization memory utilization memory usage 像这些一些可以通过nvier smi等或者dcgm一些相关tool可以获取到的一些参数 来对模型的这个interference做一个预测 同时呢我们发现这个混合精度训练也对这个packing的效果有影响 但是这个是一个可选可选项 假如用户呢想尽早的尽早的把他这个任务给schedule 他可以 假如他任务也是这种混合精度训练的 他可以有更大的几率被schedule到 因此呢我们训练到了得到了我们这个model 这是一个基于决特数的可解释性模型 我们可以发现这个model是非常clear的 我们可以发现像UG代表了gpu utilization 当一个任务的gpu utilization小于25%的时候 它就会被分为这种tinymodel 所以我们可以整个模型它就是可解释的 它用户可以根据这个可以直接在这个模型上进行相应的修改 可以了解这个模型是怎么运作的 为什么这个模型会分为某一类 同时呢因为profiling阶段需要一个专门的数据资源 来进行profiling的一些个流程 我们这个专门给profiling预留的gpu resource 相对来说会比较有限 我就会遇到由profiling引起来的一些其他的问题 我们发现因为他们profiling设计了一个比较小的一个duration limitation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prioritize任务有更少的gpu的任务 来提高profiling阶段的效率 减少这个profiling阶段的doing time 同时呢我们也提出了time aware scaling 用来解决burst of job submission 就是当某时段可能有大量用户提交大量的任务 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动态调节这个profiling的资源 以及降低他们time limit 来与实现更加高效的profiling 同时呢我们也设计了 以这个gpu sharing score相对应的一个binder系统 来真正实现如何把这个任务packing在一起 这个gpu sharing capacity scheme 就是用来限制在每一个gpu上的sharing score之和 它我们也支持动态的调节这个gpu sharing capacity 比如说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sum之和调低 比如说从r调整1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减少不必要的job packing 让我们提高scheduling的效果 同时呢我们也会用尽可能的package 短任务来减少任务之间的interference 也并且呢我们只允许也只考虑了两个任务的collocation 两个任务的sharing 来就我们发现已经足够达到足够好的效果了 所以一般不会考虑collocate更多的任务在一个gpu上 嗯通过我们这个scheme的话 我们也是对于上千个任务pail进行分析 我们发现通过我们这个scheme 假如我们把threshold的设为0.85% 也就是这个interference 是0.85以上就是没有interference 超过0.85就有interference 我们发现我们这个scheme可以发现87%的packing opportunity 像这些蓝色点就是通过我们这个scheme发现的 可以把任务给packing在一起的 嗯有些job pair 同时呢在这些蓝色点中 只有98%的任务都是预测正确的 它不会有interference 就是大部分的任务都 呃只有少量像这样的蓝色的点是我们预测错了 他他我们他他对任务有比较小有比较大的影响 但是我们还是把它pack到一起 这样但这样的任务比例比较少 所以我们发现在我们的evaluation当中 发现这是这个比例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同时呢在任务的oxidator阶段的话 我们对任务的duration进行一个estimation 任务的呃时长预测呢 这个是在之前的一些工作当中有已经有一些探讨了 就我们他之前的嗯任务trace分析的工作当中发现大部分的任务都有一些重复的一些pattern 也就是用户呢通常会submit的一个相类似的任务多次 也就是说他这个任务像在之前我们SC的工作 以及在阿里阿里巴巴NSDI的工作当中都提到这一点 呃呃大大比例的任务都是重复的 也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之前用户提交任务来预测他 现在提交任务的执行时间 这样呢我们给每个任务提供一个priority value 这个value呢首先是通过ML model也是一个科技的实行模型 由我们primo框架呃所支持的一个科技的实行模型 来对任务的duration进行一个预测 这个模型的input的不光包括我们刚刚profile的一些hardware feature 也包括之前用这个用户之前的一些log feature 比如说之前提交任务的时间还有资源等信息 以及我们同时考虑到了GPU的数量 呃呃在这个priority的设置环节当中我们会优先 优先schedule一些GPU数量更少的任务来提高 这个集群的这个效率 通过整个设计呢我们选择了三个trace 来自商汤和微软的三个trace 这些是在一个呃两千卡到八百卡以及呃超一个月大概是一万到十万个任务 这样不同的任务强度不同的集群规模上进行一个simulation的evaluation 同时呢我们为了更贴近实际当中的使用 我们考虑了包括CVNPIO recommendation在那里不同的训练任务模型 在整个evaluation过程当中通过我们simulation的结果呢我们发现 在这个蓝色呃蓝色的线代表我们Lucy的在约靠左上角之约 角色的这个效果约好基本上和和Tiresis就是一种非侵入式呃 侵入式的就是他要支持这种抢战把任务给truck point的下来 然后再继续支持这样的比较一个比较 比较solid的一个baseline相比的话我们可以达到比较更好的一个 同时呢在job queueing上 呃这个图可能更加明显就是Fibo就是现在大家广泛采用 就是最基本的这个呃调度策略他这个 queuing delay都是非常夸张的非常高 但是呃Tiresis和其他的一些更加传统的一些 达助器他都呃他都可以非常有效的下降到一个非常 低的一个量级相对于Fibo来说我们进一步把这个 queuing delay下降到一个可能可以相对来说可以忽略的一个量级 总的来说呢我们可以降低这个JCT还有queuing delay 达到了最高达到了1.3倍和这个Teresa的相比有1.3倍还有9.1倍的提升 同时呢呃我们也和最新的sorta的就是 osdi best paper pollux相比呃在这个在在这个图当中 这个蓝色的线表示我们的JCT越低越好呃这个橙色的线 表示pollux我们发现在任务呃 啊intensity比较小的情况下我们确实没有办法和 这种elastic的调度器比他们效效果确实比我们好很多 但是当任务intensity变大就是集群任务 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这种GPU sharing的方式得到的效果 会比这个elastic要好很多 嗯同时呢更加关键就是我们lucid 并不会影响这个任务的嗯 accuracy比如说像这是一个efficient net chaining的job最后这个lucid的用原来的超参训的是98.8% 这样的一个accuracy然后用pollux 因为它会动态调节任务的accuracy的bench size 还有lain rate会调调节它的超参 虽然虽然它达到了更高的这个throughput 但是这个accuracy下降了两个点 这在很多情况下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因此呢呃我们这个 这篇文章主要就是一个是发现了一些以往的这个工作当中在实际部署当中的一些问题 然后我们优化了这个job packing and scheduling 通过基于这种可解释性ml模型的方式来优化这些调度策略 我们的实验也证明这种飞行式的调度可以提提供这种comparable的performance和这种支持preemption的调度器 这种比较高级的支持preemption比较复杂的调度器 我们可以得到跟它类似的甚至超过它的效果 嗯我们的呃相关代码和文章都已经呃 放在这有有兴趣的可以连接啊直接向我做做我的邮箱有有兴趣对对我们工作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通过邮箱或者微信与我联系 那我们对我们文章代码有兴趣的话直接可以看我们的github 哦我的分享大概就是这样 哎谢谢请好分享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在就是随时开卖或者说直接在那个chat里边去把问题提出来